82岁的巴西囚王贝利上周因为直肠癌再次入院 而根据一份医疗报告在6号透露 他目前呈现逐步好转的迹象 贝利就医的巴西圣保罗爱因斯坦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 贝利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意识清晰 总体情况是逐步好转 尤其是呼吸系统感染方面 他目前仍然在普通病房 除了直肠癌的照护之外 同时也接受呼吸系统感染的相关治疗 贝利去年9月接受了直肠癌肿瘤的切除手术 此后一直定期接受医疗检查 5号他还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 支持正在征战本届世界杯的巴西队 称会在医院观看巴西对阵韩国队的比赛